优优独播剧场——YoY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她对杀人十分厌恶 心里也明白是天真的理想论 但能不杀解决自然最好不过 说到圣女爱丽西亚 依然对女主很敌视 光无语提议女主 要不干脆你来当这个圣女 圣女就是和勇士一起打倒魔王的称号 是不是光属性无所谓 女主当场拒绝 虽然觉得对于消除黑怕歧视 确实是个好办法 但就是心底不愿意 国王表示不会干预她的婚姻 女主一听赶紧不打自招一句 什么和派克翠没关系 人家喜欢比自己强的人 就怕让人知道她和男主是好朋友 坏人把男主抓去当人质 他就没法抵抗了 国王赞赏她的理想 愿意帮助她 表示也是为了不诞生第二个魔王 女主一听话里有话 国王察觉说漏嘴 让她忘掉刚才说的 还答应女主 在她死前一定要告诉她真相 但现在不能说 如此女主也不必再追问 建国记上 女主把暗杀始末告诉了男主 男主夸她努力了 觉得有点意外 她会继承爵位 女主告诉她 要敲除歧视的想法 男主却显得严峻 问女主这样真的幸福吗 还不如走得远远的 她也会跟着 话没说完被女主打断 男主再说下去 她的觉悟就会动摇 于是男主也不再劝 表示全力协助 女主说先等毕了业 领地的事到时再说 家里一直都是代官管事 毕业为止的一两年应该没关系 成为了女伯爵的女主 又开始为继承人犯愁 不过觉得大不了说个养子 不一定要纠结结婚 因为她不喜欢垂涎 她领地接近她的人 也不想和老头大叔结婚 最好能和结婚对象 能有良好夫妻关系 要是有经营领地的经验 地方贵族赐子 什么的再好不过了 再加上能和她协作的人 想想太难找了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然后她问男主 想不想当她干儿子 男主当然是不要不要 看她秒拒绝 女主有点小受打击 说什么 本以为可以和你成为一家人 你果然嫌弃 男主大吼一声 哪个说嫌弃了 女主看她反应 到底为啥子 你就这么嫌弃 赶紧补一句 表示她会马上隐退 不会召唤虐她老婆的 男主直言 只是不想叫她老妈而已 女主一听 这样子啊 这个理由还真说得过去 女主又问男主 最近都没有这么好好聊过 问她都忙啥呢 男主表示让她再等等 到时就全告诉她 男主离开后 女主感叹 还有一年多就毕业 到时就分开了 自己在毕业前 能不能向她表达心意呢 之后在建国记上 国王向王公贵族们正式宣布 魔王复活的消息 当年初代国王和王妃 作为勇者和圣女 封印了魔王 还预见了魔王复活的日子 魔王会操控魔物大军 所以发出全国征兵令 希望贵族们能够出兵出力 来抵抗魔物大军 至于魔王 少数精英去讨伐 国王介绍了王子和圣女 另外两个原游戏攻略对象 最后介绍女主 前所未有的99级大了 绝对的靠谱 顺便告诉大家 她继承了爵位 女主上台讲几句 发表自己消除骑士的决心 说完顿时冷场 突然响起一个掌声 先是王子 接着是国王夫妇 然后全场都开始鼓掌 女主才说几句 就把她累的 跑到院子里喘口气 这晚乌云密布 一眼见不到光 谁知一下就被人找到她 原来是男主 男主表示 本来想要找个谁跳舞 谁知人不在 就出来找找 女主说你要找谁 我帮你一起找 心里还想 今天在场的都是 贵族家主和夫人 你找的对象 怕不是人妻未亡人吧 便吐槽男主 寡妇可以 人妻就算了 男主无语 女主这时发现违和感 自己等级高 才能在这黑漆漆的四周 也看得清 男主的等级 应该看不清才是 然后男主坦白 自己练到六十级了 六十在这个国家 算最强了 男主终于交代了 这大半年 按照女主教的 用成长护服练级 女主一听 那就有一个担心 生怕男主有个万一 男主表示 你平时乱来的时候 咱的心情 现在能理解了吧 女主边抱歉 便心里纳闷搞不懂 他说我乱来 是指哪一件事啊 男主也不想再吐槽 直接问他 能不能让他 一起去讨伐魔王 女主表示不行 虽然等级六十 是满足 打败魔王的最低要求 但希望他留下保护国家 因为男主擅长指挥 希望他留下指挥大家 抵抗魔物大军 同时又指出 难道不知道 打魔王队伍里 等级最高的男女 被叫做那啥吗 就是勇者和圣女 如果男主 真想和他在一起 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当新国王 那女主也愿意奉陪 男主表示不羡慕王位 不过女主想当王妃的话 他也是可以的 女主当然不要 然后在意 男主有没有发现 刚才对话前提 是他俩结婚那档的事 女主问他 为啥想着练吉 听到男主说 想比他强 吐槽说 你就这么不感谢 人的价值 不光是等级强弱的 男主无语 不是你说的 喜欢比自己强的人 女主一下子脑子懵了 半天才反应过来 慌忙解释 那是个借口 男主当然知道是借口 但是为了 想一直陪在他身边 怎么也不能太弱了 话说到这份上了 女主再傻也听明白了 然后他就提出 和男主比试 石头剪子布 结果男主输了 男主问他 你出的这是啥 太黑了 看不清结果 女主直言 是男主赢了 看来这方面是他比他强 然后自己果然 喜欢比自己强的人 所以呢什么 女主把这一生的勇气 都使了出来 希望男主能明白 男主把手搭在他肩上 女主暗暗吐槽 什么看不清 你都骗人 明明知道他嘴唇的正确位置 然后就没了 这番糖分还挺高的 个人觉得也够了 嫌不够的 希望动画来补权一下吧 于是乎 剧情进入到本券最后一张 隐藏BOSS党魔王 女主升到三年级的同时 魔物大军就来袭 男主也率领 自家军队抵抗 而女主也带着其他几个 坐上了黑龙 出发讨伐魔王 说是全副武装 其实就是带了那把 刷到暗属性的剑 然后女主发现 这少女居然也佩戴一把剑 因为包着布 看不出啥剑 女主觉得她还是 专心用光魔法 这把剑应该没机会拔出 只见圣女不停叫害怕 王子三人一边让她别怕 一边自己也够呛 女主吐槽一问 话说圣女妹子 到底喜欢三人里的谁 王子大叫 现在啥情况啊 说这个 女主心想看吧 那紧张的 不过她也没权利说别人 一行人降落后 女主让黑龙宝宝去帮男主 女主带头穿过森林 前往魔王城 圣女突然跑上来 说以前是自己不好 希望今后一起努力 女主想你吃错药了吗 难道是太害怕了吗 女主不敢全信她 总之希望她不要添乱 心想她也没那么傻 来到魔王城前 女主提议 既然魔王在里面 干脆一个大招 把魔王城炸了不就了事 没必要跑到敌人领域 王子一下没话反驳 要不容易找到理由 不太好吧 那个死亡确认还是要的 女主也就说说 她也在意魔王的身份 于是女主带头 大家进到城里 发现里面死气沉沉 啥也没有 游戏里面可是满城的魔物 女主不想预感 虽然证明刚 她绝对不会输魔王 就怕偷袭 要是被击中要害 她也扛不住 看看后面四人 万一被人背后偷袭 她也无能为力 实在不行 就抛下他们 女主注意力 全都集中到了探查周围 偏偏这时 听到背后圣语的永畅声 光属性强化魔法 吓了她一跳 心想你给我加buff 起码提前说一声啊 虽然很想转头去抱怨一句 女主还是选择了注意前方 然后就在此时 她看到光剑从她胸前生出来 女主认得这玩意儿 之前刷山羊头 刷到的光属性剑 因为她不能碰 所以包了起来 回去卖掉了 这玩意儿本来就是暗属性特攻 再给她叠加光属性buff 对暗属性得有多大伤害啊 等她理解自己遭被刺 直接失去意识 画面一转 男主这边指挥大家 对抗魔物大军 做复光的老管家 看他变这么强 吐槽说 少爷其实可以去打魔王 男主也后悔 管家又吐槽 没想到少爷比少主先找到对象 男主搞不懂管家基准 管哥哥叫少主 管他叫少爷 就在这时有人大叫 龙来了 男主让手下镇定 来的是黑龙吧 没事 是自家的龙 手下说不是 是红红的 直接打脸 赶紧上去支援 用土魔法做高台 然后魔力刮风 一口气跳到高空 砍掉火龙脑袋 大伙决战欢呼 他默默捏把汗 好险 差点延误没赶上 然后又来一部飞龙 数量太多 他也有点牡力 万一放跑一只 跑到王都 简直不敢想 下一瞬 天上一波黑色魔力 直接灭掉了飞龙 巨大的黑龙 这回真是自家的龙来了 龙人一想 战线也出现了余力 副官管家看男主 能一人屠龙 问他变强有啥秘诀 男主就把女主 带城长服 吹哨子那一套 安利一波 管家吐槽 不识正常的思维 还担心男主 现在还带着城长护服 男主表示放心 和女主约定了 现在带的是守护服 守护服可以防住一次 即死攻击 然后男主吐槽 女主估计不需要 依靠守护服 他压根想象不出 女主靠守护服 得救的场面 差点被弱点属性 完全投袭 不知道咋地 浮现不妙想象的男主 望着女主去往的方向 女主也绝非无敌 之前暗杀没事 都是等级差太大 不过要是被高等级的人 用高品质武器攻击 也会受伤的呀 男主紧握护服 祈祷女主平安 而这会儿 女主耳边传来 歇斯底里的叫声 一边叫 为啥不明白 那个人必须死 另一边叫 人家从没做坏事 你们怎么就这么恨人家 女主倒在地 一边深夜一边回复 手里握着的 不是成长护服 也不是武术大会上的 按摩法强化护服 而是男主给他的守护服 得亏和他约定 相互带着一个 才保住死命 王子在和其他三人争吵 女主起身吐槽 通常剧情 王岛被刺套路 不是应该在 打倒暴子以后吗 圣女大叫 你咋没死啊 女主问他 为啥这么狠 圣女表示 都是你的错 打倒魔王的 应该是光属性的我 女主为了防止他再来一波 只好问王子 能不能绑起来什么的 王子表示 再让我劝劝 让圣女助手吧 压萨西如你 其实黑发是不对的 可是三人不听劝 还觉得王子有毛病 明明以前也很讨厌那家伙 表示他们很冷静 打倒魔王后 女主对王国是危险分子 王子也没办法 只好任由 女主绑了他们 可这仨感觉良好 刚才是女主走运 一个护府解灰小命 吐槽女主 你以为现在还能打赢咱们 俺们的等级 加起了120级 比你还强 这至上让女主大惊眼镜 按你们这么说 99个一级的人 和咱能打个平手咯 话说平均等级才40 比男主都差多了 圣女还卖萌 求王子站在自己这一边 女主让王子让让 表示不会下杀手的 还没等他动手 暗黑魔力充满了周围 什么鬼我还没出招 女主赶紧让王子跳后 好在躲得即是 下一瞬 他们刚才站的地方 被黑暗吞没 原来是黑洞魔法 在游戏里 会这个除了隐藏boss 就只有魔王了 一声大笑 自己人先打起来 人类不 应该说国王的人 果然愚蠢 不对 应该说王族才对 全身黑铠甲 看不到脸的家伙 感谢他们 不费力气就收拾三人 听到女主叫他魔王 对方吐槽 现在这么叫他啊 魔王得知眼前是王子 恨意直接浪漫 然后问女主叫啥 女主自爆加门 国王表示没听过 感叹建国初期的家族 都没剩几个了吧 还想拉女主入伙 女主直接拒绝 然后发现那仨也活着 他们也带了守护服 圣女喊救命 国王听他们内讧的对方 吐槽这仨就是垃圾渣渣 问王子为啥还要救圣女 这种在敌前被刺的sb 趁早抛弃 王子表示 他是犯了无法挽回的错 但还是爱他 国王很不屑 什么爱不爱 人在关键时刻 连爱的人都能背叛 王子表示他就不会 魔王就问王子 只要对圣女见死不救 他魔王自愿被讨伐 让他在圣女和国家之间选一个 王子表示 怎么能把国家和个人 放到天平上 再说你魔王会守信用吗 圣女看王子磨叽 大喊 爱德不要啊 救我 魔王于是问圣女 你还有王子国家 三个人只能救一个 让他自己选 圣女被魔王吓得不轻 我 我救我 魔王乐呵道 王子你看 没问题吧 这就是人性 王子简直不敢相信 在王子看来 圣女本性善良 只是面对女主时 会不对劲而已 女主也知道 圣女本该是真女主 只不过现实 没有按照剧情走 圣女在前两年 本该克服的难关活动 没有推进就来这里 导致她的内心 没能变强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关于本作有任何想法 欢迎留言讨论 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请点个赞订阅 随时关注我们 弹幕欢迎你带来 更多精彩动漫内容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